房價修正的過程裡面 要避免哪一些假的利多 才不會踩到地雷屋 捷運告訴我們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假利多偵拋售地雷區 將崩跌 像有知名影城商場會當一個鄰居 還有下一個新意的計畫區 以及捷運某某縣即將通車了 這個常常我們在看預售屋的時候 好像比較常會聽到這樣子的 推薦對不對 就拿我上次那個去年 脫手安坑那個房子來說 其實我那個房子 大概是三年前買的預售屋 然後那時候是說 有捷運環狀縣在山下 然後那個建商也說 有社區的巴士啊 然後有兩台 然後會就是到安坑市區這樣子 然後想說有環狀縣 然後我估計這樣子 比如說它蓋個兩年 然後我們這樣住個兩三年 那捷運也蓋好 我就可以脫手了 對 然後呢 去年我賣掉的時候 我才聽說 蛤 捷運環狀縣 其實已經 沒有再蓋了 因為缺錢 停工了 停工了 然後就沒有再蓋 我想 那不是好險 我把房子賣掉了 要不然我要等到什麼時候啊 所以從你就是 我只能靠社區巴士 買的時候就說有利多 一直到脫手了 它都還沒蓋好 你有蓋好 而且反而停工了 國賢應該也有聽過吧 沒有 我遇到狀況跟他一樣 因為我買了 同一個地方 你怎麼笑得那麼高興 是同一個案子 但是因為我買得比較早啦 那當初其實會買是因為就是說 現實上他跟我說 這個將在一年之後 這個地方會拓寬一個道路 很快的道路 是直通台北市的 因為本來他那邊的話 它是需要繞路的嘛 可能要過橋啊 然後走一些省道 鄉間小路這樣子 到市區 那時候我記得 從台北到市區的話 大概要差不多 40分鐘到50分鐘 可是現在 當然現在那個路 現在已經開好了 因為已經過 有真的開就對了 有真的開 但是那個已經是在我 我買的時候已經開了 對 那已經是在我房子賣掉的 5 6年之後才開了 所以那時候我 你這案子後來是賠錢 我賠錢啊 因為他反正說一年嘛 那一年那沒關係 我房子兩年 等你蓋好之後 我再讓你通車一年 我再慢慢賣 可是那時候就等了 我大概放了快三年吧 始終看到他那個就是 那個路 等到花兒都卸了 都卸了 對 也都還沒有要開花 我想那應該是不會蓋了 所以後來我就把他 就賠錢就把他賣掉了 對啊 因為像之前淡水也是啊 也是說什麼 淡金公路 為什麼 就是往那個什麼 白沙灣是不是在裡面的地方 對 他說什麼 有意思說輕軌會進去還是什麼 有 有 輕軌 對啊 也是講半天啊 講到後來也是沒有啊 結果那時候 那地雷他很有經驗的 對啊 買過很多地雷 哪裡有地雷他就會去拿 真的 有時候他們也是跟我講說 有直通的路會到台北 然後又蓋輕軌 什麼 你說放心 很方便 以後你開車也方便 所以 輕軌也方便 而且那你買房子的那個判斷力 就是從 就是他們跟你講 這些未來的建設去思考的嘛 你很好騙耶 我發現 你當初那時候不懂嘛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啊 那如果人家現在在跟妳講說 我跟妳講這裡將來會蓋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會說 你不要在那邊給我畫虎畫蘭花 你不要再跟我講了 你給我東西拿出來看 要不然簽約簽下去嘛 對 你就說什麼時候蓋 保證 保證一定一定 這個路一定拓寬 一定什麼時候蓋好 輕軌一定什麼時候拉好 而且他是寫淡書 如果沒有的話怎樣怎樣 對啊 房價妳去給我 我還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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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說不好意思 馬先生我那個計程車幫你叫啊 你先走啊 對啊 好 所以宜佩也常常在看房子 也聽過這樣的話術 我記得好像是去年還是前年說在 靠近西門町萬華那邊有一個 那個也算是預售屋 然後他就是標榜說 因為現在年輕人就是因為 你薪水就是這麼多 但是你就是存不到頭期款 所以他就說你的頭期款只要兩百萬 你在兩年內把它付完 兩百萬 然後之後就是房貸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看了就哇 很心動 然後我沒有去看實際的屋子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就有 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要多問一些人 我問了我身邊一些朋友 然後也上網去PTT 去查這個案子 超多人在討論 很多鄉民在討論這個房子 那時候就講說 那個地方其實它蓋的是還OK 可是那附近很複雜 因為那附近有遊民 然後也有倉僑 然後又靠近廟 所以那邊常常會有廟會的活動 對 所以那邊環境不是那麼單純 然後它的戶數很多 因為是坪數小 然後我那時候就看了一下 我就想說還是算了 然後最近我有一個朋友 就真的是也是一樣 他就是在戲子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那時候說戲子要蓋鐵路 蓋那個捷運 然後很開心就買了 結果最近好像又聽說又不蓋了 然後他就傻眼 因為他才剛買 然後現在房貸也要一直付 但是他也脫不了手啊 這樣真的滿慘的耶 可是其實我跟本瑜也有一個共同的案例 因為那時候我們買在同一區 南港那個房子 像我們這種媽媽 都會考慮到小朋友未來讀書的問題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們保證說 那一塊空地 它會是個學校 然後呢 而且是個雙語的 然後因為那個區域旁邊 其實很多學校 我們說可是這邊有一個學校 這邊有一個學校 我跟你講 這一塊地啊 政府預訂地 他就會把這兩個全部搬過來 變一個最大的 而且是一個最新的 聽的是覺得很心動 當然心動 我跟你講 從我搬進去 第一天他就是 然後 轉運動 後來變成 真的變成公園了 對 可是我已經賣了 你看到房子都賣了 人都已經搬了對不對 對 全部就是完全沒動工啊 不過有時候是嘗試的問題啊 因為台灣的那個小朋友 台灣都沒嘗試 真的說你沒嘗試嗎 你想想看 那你背上有兩根劍嗎 不只兩根 台灣的小孩子 從每年的出生33萬 然後一路跌跌到去年16萬7 你想想看 學校都已經要關了 可能是在新設學校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是你們買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是我們沒有嘗試的問題 不然是要請問一下四聰 因為這樣一個利多非常的誘人 包括我們季妹妹都因為 為了小孩子的這種教育 學校要去買房子 不過不管怎麼樣 如果萬一這些利空 這個利多沒有辦法實現的話 那房價一定是一蹶不振 那一般的小資主來講 我好不容易存存 就存了這一點點的一個自備款 那買下去以後 那我就物踏了一個地爺 那怎麼辦 對 我覺得要分清楚說 這個是真利多還是假利多 我覺得是說最好不要買那種 像剛才國賢說那個淡水 那個新市鎮那個地方 以前要蓋輕軌嘛 所以就只有開 只有依靠這個題材 萬一沒有的話 就沒有了 你們就死定了對不對 所以最好是選兩三個題材 對 有兩三個題材 那有兩三個題材都沒中嗎 那就是你命運 勝利所以已經這樣 最近不是有一個案子非常有名 淡水 就是有一個說 衛修營城在那邊進駐 那進駐對不對 原本那房價開 一口氣開到二字頭以上 結果後來不是這個 那個洪泰人壽 也就是他的建設公司 跟這衛修營城兩個鬧翻了 就說因為衛修營城 自己去那邊看看算盤 他也知道 現在淡水那邊 根本沒有多少人去那邊住嘛 這邊開了十二個廳下去的話 搞不好假日都沒有人 他就不去了 結果不去了之後呢 怎麼辦呢 這個價格就真的跌了 不是啊 那前面已經買的人怎麼辦 前面已經買了 現在就變成是糾紛啊 就算你當初有跟我說 這個衛修要在這邊蓋啊 結果沒有 那怎麼辦呢 現在就變成建設公司 跟衛修營城兩個 在那邊互相告來告去 就變成又是一個糾紛的狀況 不過他只有靠單一利多嘛 那單一利多沒有實現的話 那當然對房價就會有影響啊 對 所以他其實之前是 20萬左右 現在就掉到只有17萬左右 甚至還有更低 掉那麼快啊 對 很低 因為我之前有去過淡水 這是個大地咧 我之前去淡水那邊看的時候 他其實跟我說喔 那邊有兩個題材 一個是佳樂府的題材 一個是這個所謂的威秀的題材 還有一個輕軌 輕軌 這樣三個咧 對 但是因為輕軌現在開始 輕軌 輕軌終於開始動工了 輕軌是已經那個編列預算 對 已經編列預算開始動工了 編列預算 以台灣的進度蓋好差不多10年了 聰明 松山縣一共挖了13年 今年年底要通車 松山縣挖13年 對 那個機場捷運也是一樣啊 100年通車一直跌到現在還沒通車 對 然後那個後來那個佳樂府也進駐了 那威秀的話是最後一個 如果威秀進去的話 那時候建商的打算是說 你看他就打了一個低總價 希望很多年輕人去那邊買 他甚至還請了這個全年先生去廣告 就說很便宜很便宜 結果沒想到真的沒有進駐之後 價格一路跌下來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怎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小心那個題材 萬一沒有發酵的時候 真的對房價會有非常大的殺傷力 另外舉個例子 譬如說像這個新竹這個地區 新竹地區我們知道 不是有個天燈館 天燈博物館在那個 對 天燈博物館 它那個地方蓋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環球購物中心 結果蓋下去之後 建商也認為說 這個地方一定會好起來 結果沒想到商場都沒有去 因為那個地方根本沒有人去 結果原本這個 裡面商場都蓋好 但是後來沒有商店進駐 沒有進駐之後 房地產也就起不來 所以你如果是說 你不要看那個題材 有時候你要真的去看一看 我們現在台灣 不是很多便利超商嗎 其實便利超商 或是這種什麼麥當勞 素食店 或是說像是這種大賣場 其實他們都會做一些考察 所以你去觀察他們就好了 對 如果附近有大賣場 對...他們是用人口比例來開店的 對...他們是用人口比例來看的 那我剛剛講那個說我台北二席 那個旁邊在蓋賣當勞跟便利商店 對 那就是一個好的訊號 就是說因為他們也是會衡量當地的這個 如果7-11 你看為什麼他要到蘭嶼去開 他覺得說因為已經開始有商機 以前都沒去開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 如果你這個地區 以前都沒有什麼便利商店 突然多了好多間出來 這可能就是人口慢慢進駐過來了 那另外後來還有麥當勞 甚至後來連佳樂府都來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商圈已經隱隱成形 那你買在這個地區的話 大概就是一定是正確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交通建設的這個問題 對 剛才大家講說輕軌不是蓋了嗎 那剛才宜佩爾講到說 這個所謂這個細紙線 原本馬總統都姓氏當然說 一定要蓋... 後來又沒有蓋 所以你不要相信說他說的話 不是 身體在買的人一定想說 還沒蓋之前我先買是最便宜 因為一旦動工了你再買 就其實價格已經往上查了 蓋好多就是更高 所以想說說要開了 趕快買下去 你買下去 不開了 沒有 政治人物選舉時候開了支票 你先不要信 要信到什麼時候 先讓它至少 我們自己業者講有點尷尬 但是比如說就像是 高鐵附近 現在沒有長很多草的那個地方 你剛剛音量有一點變小 有一點 有一點壓就講出來 對... 對